上个视频我讲了多项式的旗偶性 一个多项式中只含有几次方才是击函数 只含有偶次方或长数项时才是偶函数 这个视频咱们就用旗偶性来算一下多项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比如以置函数fx等于x的四次方加1 在b区间-b到-a和b区间a到b上有定义 其中0小于a小于b 如果函数fx在b区间a到b上有最大值7和最小值4 求fx在b区间-b到-a上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这个函数只含有四次方和长数项 那它就是偶函数 在b区间-b到-a和b区间a到b上的图像都关于外轴对称 画出大致图像 显然右边的最小值就是左边的最小值 右边的最大值就也是左边的最大值 所以fx在b区间-b到-a上的最大值是7 最小值是4 楼定 偶函数你会了 那7函数又咋整呢 比如刚才这个题 把函数换成x的三次方 其他条件不变 还是求b区间-b到-a上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还是先看解有性 7次方那就是7函数 在b区间-b到-a和b区间a到b上的图像 就关于圆点对称 画出大致图像 显然右边的最小值跟左边的最大值互为相反数 而右边的最大值跟左边的最小值互为相反数 所以fx在b区间-b到-a上的最大值是-4 最小值是-7 以上就是利用旧性求最值 如果是偶函数 图像在第一项线的最大值 也就是第二项线的最大值 最小值也一样 而如果是g函数 图像在第一项线的最大值 就跟第三项线的最小值互为相反数 而第一项线的最小值 则跟第三项线的最大值互为相反数 那如果函数既非g函数又非偶函数 比如给刚才的函数x的三次方再加个1 其他条件不变 这个时候在区间-b到-a上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又该咋算呢 fx等于x的三次方加1 g次方加长数讲 那函数就没既有情 咋办呢 别着急 我来教你一招 fx的图像其实可以由x的三次方的图像 往上平移一个单位得到 画出他俩在-b到-a和a到b上的大值图像 fx在a到b上的最大值是7 最小值是4 那x的三次方在这个区间上的最大值就是6 最小值就是3 它是g函数 那在-b到-a上的最大值就是-3 最小值就是-6 不像往上平移一个单位 就得fx在-b到-a上的最大值为-2 最小值为-5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从刚才的过程可以看出 如果函数由g次方m跟长数相组成 非其非有 那就根据它和g次方m的图像关系 画图分析 前面的题目 函数时中的指数都是给定的整数 那如果指数换成位置参数m 而且m不局限于整数 又该咋办呢 其实 不管指数是不是整数 方法都一样 咱们之前画过密函数的图像 显然 只要定义有负数 那密函数就一定有机有性 这个题目里fx在-b到-a 和a到b上都有定义 那x的m四方就一定有机有性 但是指数未知 那机有性就也未知 所以这个时候 你得分两类进行讨论 第一 x的m四方为偶函数 那再加1 fx就还是偶函数 第二 x的m四方为7函数 那再加1 fx就非机非偶 接下来打算 我前面都讲过了 就不再烦你了 总之答案会有俩 好了 讲了这么多 总结一下吧 这个视频 我主要给你讲了 怎样利用密函数的性质求最值 其实 不管是偶函数 细函数 还是非机非偶函数 你只要画出大致图像 就能找到答案了 怎样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赶紧刷题去吧